政府放寬未毕业的大学生可以提早投考公务员 公务员事务局说不会设指标 又透露有纪律部队考虑跟随 今年开始大学未毕业 还读大学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都可以投考公务员 被视为政府抢人才 我们没有定一个死的指标 说我要吸引多了多少人来考 因为始终要同学有这样的志向 他已经很清晰了 自己是想这样做了 我想新的措施才会发挥到意义 但是我们都希望 这是一个很清晰的信息 给同学告诉他 如果你有我们要求的水准 你有服务的心志 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杨河培恩说公务员的招聘程序 一般都比私营机构长 是因为要确保每个申请者 有公平的考核机会 承认这样或是会流失人才 但当局无以更改 又相信公务员的工作仍然有吸引力 所有公务员的职位加上 我们真的收到数十万个申请 其实我们的薪酬待遇一点都不差 当然我不会告诉他们 是一个很空的工作 你真的可以十分准时就放到工 但我相信商界的工作都不是 我相信如果他们有心服务社会的话 进来试过公务员的工作 很多这些可能在外面 已经形成了一个固有的看法 可能会改变 杨河培恩由透露 有纪律部队也考虑跟从 给大学生未毕业就可以投考 正在研究实际的操作细节 例如怎样配合体能 面试和不时等 无线电视机者钟卓希报道